从一战到二战的这十几二十年底 人们对坦克这只钢铁巨兽 一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玩得及坦克的各个国家 虽然对坦克的运用思路不尽相同 但他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做着两件事情 首先就是加强坦克的装甲 对坦克的重点区域进行有针对性的防护 以提高坦克面对穿甲弹时的生存性 具体措施包括了加护车的装甲 装甲板使用倾斜装甲 为装甲板进行表面硬化处理等等 另一边各国也在研发更先进的穿甲弹 这样在对抗敌人的穿甲弹位时 更容易做到一发打穿以及致命 一般的手段就是使用更高的炮弹速度 为炮弹手部加装背貌 内部装填炸药或者使用硬芯穿甲弹等等 各国之间按照这个思路你追我赶 让坦克和反坦克武器的开发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现在往往用甲弹对抗来称呼这种现象 然而就在甲弹对抗即将进入第一个高潮的1935年 一个瑞士的二手化学家 亨利·莫豪普特在一次爆炸实验中 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 他安放在金属板后面的炸药 使金属内衬融化变形 形成了一股非常快速的金属射流 瞬间在厚厚的钢板上钻开一个系孔 而就是这一次小小的实验意外 让莫豪普特在心惊之余 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甲弹对抗路线 不久之后 莫豪普特远赴美国 将他发明的破甲弹 交给了美国陆军的军邪官们 在这一发明的基础上 制成了巴族卡火箭筒 巴族卡火箭筒上用的这种弹头 也就是所谓的高爆穿甲弹 也可以叫做破甲弹 或者巨能装药弹等等 他们描述的都是利用炸药产生的 高速金属射流 穿透装甲的这种弹头 这种弹头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穿甲性能 与它命中目标时的速度几乎无关 它的穿甲能力 几乎只和金属衬套的材质 以及巨能装药的形状和大小有关 在破甲弹出现以前 再不考虑炮弹破碎的情况下 要获得更好的穿甲效果 就必须要提高穿甲弹的速度 但提高炮弹速度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提高弹速的最直接方式 就是增加发射药的装药量 如果不想炮弹直接炸在炮堂里 装药量一定是不能无限制的增加的 这就限制了炮弹的最大速度 从而限制了炮弹的穿甲效果 破甲弹的出现 给坦克战带来了一场革命 任何一个手持巴祖卡的盟军士兵 都有可能从正面击穿德国人 最新锐的虎式坦克 从而极大的改变了 整个机动作战的性质 二战结束直到今天 破甲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从步兵武器 例如枪榴弹和榴弹反射器 到单兵反坦克武器 例如古斯塔夫 武后作力炮 再到陶式反坦克导弹 以及各式空对地导弹等 都提供了巨能装药战斗部 用来克制装甲单位 然而呢 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 有毛就会有盾 破甲弹的广泛应用 也让各国开始研发 专门针对破甲弹的方法 首先就是一些 金属丝网制成的裙甲 但这种裙甲 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只能拦截一些反坦克枪 弥补一下四号坦克 薄的令人发酵的侧面 却不能很好地阻拦住 破甲弹的金属射流 冷战时期 出现了一些 金属板条制成的隔渣装甲 这些隔渣装甲 可以在不增加 多少车体重量的同时 有效对抗 具能穿甲弹头 在不对称战斗 例如对抗步兵的情况下 有起有用 不过呢 信心的朋友 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金属射流的速度 可不是一般的快 一般来说 可以轻松达到20倍因素 隔渣装甲和主装甲之间的距离 在这样的速度下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又是怎么能够挡住破甲弹的呢 实际上 虽然这些金属射流 在表现形式上 像是被融化的液体 但实际上 这些射流仍然是固体 是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的压力 将这些软质金属 以类似液体的形式挤压出来 金属射流只是冲击波的载体 因此 破甲弹对装甲材料的穿透效果 仅发生在直接接触的区域内 而金属射流形成的位置 离主装甲太近或太远 都会造成破甲弹 穿透效果不佳 甚至是完全没有效果 但隔渣装甲 也有它自己的问题 首先就是隔渣装甲 会导致坦克的行动 受到许多限制 隔渣装甲经常会刮蹭到各种异物 例如树枝和灌木等 严重的时候 还会导致整个隔渣被撕扯下来 其次呢 就是隔渣装甲的重量并不轻 一辆坦克前后左右下来 至少会导致增重2%到3% 此外 隔渣装甲的引入 还会和某些车载一气冲突 例如观瞄设备 烟雾弹发射器等等 最要命的是 隔渣装甲会限制火炮的仰角和射界 同时还会阻拦车组人员的讨生通道 带来了许多不便 那么有没有一种 技能阻拦金属射流 增强装甲单位防护能力 铺设方便 替换简单 不会影响坦克主要功能的附加装甲呢 答案就是爆炸反应装甲 从外观上来看 爆炸反应装甲像是一排排放大版的巧克力块 错落的排列在坦克主装甲上 为坦克的重点区域提供加固防护 与简单的外形不同的是 这些巧克力块的内部结构十分精巧 主要由背板 抛板填充在两者之间的炸药 背板后面的弹性垫片等组成 因此比起巧克力块 夹心饼干 其实是对爆炸反应装甲更为恰当的比喻 当爆炸反应装甲被外来弹药击中时 内部的惰性炸药被引爆 背板被推向主装甲后 也会反向弹起 这样一来就可以截断破甲弹的金属射流 起到保护坦克主装甲的作用 虽然爆炸反应装甲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 就工程师和科学家对此进行过研究 但爆炸反应装甲的首次亮相 是在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中 当时 以色列军队和马加奇坦克装备了夹克山反应装甲 首次将爆炸反应装甲投入实战 随后 各国的爆炸反应装甲 如同雨后春损一般纷纷出现 但最热衷于爆反的 还是苏联人 我们现如今看到的大部分爆反 也来自于苏联人的杰作 1983年 苏联研发出杰处一型爆炸反应装甲 此后不久开始列装部队 而美国也研发出了类似的爆炸反应装甲 装备在M60坦克和M2步兵战车上 不过早期的爆炸反应装甲 例如苏联的杰处一 使用的都是敏感度极低的炸药 在提升了安全性的同时 也让它只能被高速的金属射流引爆 也就是只对破甲弹有效 而对于普通的唯一稳定穿甲弹 就没什么用了 此外 杰处一由于铺设方式的问题 很容易由于一个爆反被引爆 导致周围的爆反纷纷脱落 或发生连锁反应 出现连锁引爆的现象 针对这一问题 苏联生产了第二代爆炸反应装甲 也就是所谓的杰处5 于1985年首次出现在T80U上 之后T7RB和T90登坦克 也配备了杰处5 它使用了更重更大的整体抛板 优化了铺设角度 当反应装甲内部的炸药爆炸时 炮板会快速侧向移动 迫使穿甲弹或金属射流 不断穿透炮板 从而保护了主装甲 此外 以动能为主要杀伤形式的穿甲弹 还会受到强大的侧向力 导致穿甲弹感体被切开或变形 分散了能量 大大降低了穿甲弹的穿透能力 俄罗斯在此基础上开发的第三代爆反 化石反应装甲也是同样的原理 只不过它在内部 采用了双层异向炮板设计 爆反被引爆时 会推动炮板飞向不同方向 从不同角度切割穿甲弹杆 冲减弱金属射流 从而弱化其带来的毁伤 作为前苏联最大的加盟国之一 乌克兰对于爆反 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在研制爆炸反应装甲方面 乌克兰的利刃爆炸反应装甲 有着一个非常有趣的反应激励 从外观上看 它更像是在重型背板上 交住了一层炸油模块 显得相对紧凑 这是因为它的工作模式 和俄罗斯的接触系列反应装甲 都不太一样 它并非使用炮板 而是采用许多类似于 破甲战斗部的聚能装药 当穿甲弹或是破甲弹 接触到利刃爆反的时候 就会引爆这些聚能装药 对来袭的射流 或穿甲弹弹心 进行阻挡或干扰 由于破甲弹金属射流的性质 利刃反应装甲 在切割来袭炮弹的同时 还能最大程度地 降低反应装甲的损伤 从这个角度来看 比起一炸一片的苏俄反应装甲 有着不小的优势 最后我们再来聊聊 爆炸反应装甲的缺点 以及为什么欧美坦克 例如M1和鲍2系列 很少安装反应装甲 刚才我们说到 在20世纪40年代末 爆炸反应装甲 就已经有了早期出行 然而直到1982年 才出现了第一个实用的爆反 阻碍它投入实战的问题 有很多 对主装甲造成一定损伤的问题 自然不必多说 而反应装甲连锁爆炸的问题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 很好的解决方案 工程技术人员 一开始的设想很好 哪里挨打 炸哪里 损坏的爆反 只要简单更换 就可以继续投入战斗 但问题在于 为了提供最好的防护效果 爆反肯定是要放在一起 密集铺设的 别忘了 爆反内部安装的可是炸药 炸药引爆之后 发生的连锁反应 可不听苏联人的指挥 这样一来 早期爆反 模块化铺设的优势 就当然无存了 另外 爆炸反应装甲所产生的破片 也会杀伤周围的步兵 这就要求装甲部队 各自进行独立的战斗 而不能使用 常见的不探协同战术 虽然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 让步兵离坦克远一点 并不是什么问题 但一旦进入复杂地形 尤其是巷战中 爆反就不可避免的 会波及到周围的武装甲单位 造成连带伤害 但问题是 爆反对破甲弹 也就是各类单兵 反弹克武器的防护效果最好 特别适合巷战环境 于是呢 这就造成了一个 十分尴尬的局面 纯装甲部队 打不了巷战 步兵单位 又不愿意靠近装备爆反的装甲单位 这也是许多欧美国家 对爆反的热情 不如前苏联的原因之一 美国陆军的一些装甲兵 就对使用反应装甲十分的抗拒 他们的原话是 一讲到炸药被固定在坦克外面 我就感到害怕 如果我是一名步兵 我想我永远不会靠近 装有爆炸反应装甲的坦克 当然 这一问题倒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德国研制的 复合清醒通用反应装甲 就使用了玻璃纤维板 初当抛板 爆炸后 同样能起到阻挡金属射流的作用 但产生的是已经分解的玻璃纤维 和其他非致命性碎片 能够有效降低 对协同不平的伤害 不过呢 这也是指标不治本的办法就是了 除此意外 在现代战场上 反应装甲对付破甲弹的能力 也在逐渐的降低 而这就是另一个毛玉盾的故事了 工程师们开发出了串联装甲弹头 在原有的破甲弹顶部 又加装了一个小的破甲弹头 使用串联战斗部的反坦克武器 在攻击装甲目标时 会先行引爆反应装甲 接下来才轮到后面的主破甲弹头 与主装甲亲密接触 诱发门罗效应 从而击回坦克 不过串联战斗部 是针对爆反进行特殊诱化的 如果用来直接攻击主装甲 效果反而不如一般的破甲弹 只能说一物相一物吧 最后想要介绍一下 这是这种看法 定期的 作为这些 treaty当的 来自转归的 几乔的 本来